超酷的吧 YO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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歡迎來到AZO的頻道 有沒有發現片頭不一樣了 現在我在的地方是彰化 這邊後面是台灣玻璃館 那我們今天呢就是一集VLOG 帶大家來看一下我們這次到彰化玩的哪些地方 這次的影片呢也是一個4K影片 然後是用iPhone 12 Pro Max錄影的 所以大家可以參考一下整個畫質跟一個錄影的情況 那我們這次會來這邊呢 是因為我看了IG上面有蠻多人在上面打卡 然後都感覺還不錯 應該就這邊了 有很多燈很多鏡子有沒有 這邊很好拍耶 要非常小心 因為整個都是玻璃 所以很怕會長到頭 之前我去新加坡有一個類似這樣的地方 不過呢就是要小心不要亂高 這樣拍也是蠻好拍的 然後我們等一下到中段的時候再來拍照 喔 還有鈕叫聲 喔 這裡很漂亮 超酷的吧 喔 這邊還蠻好的 就是因為它這邊呢 有準備一些東西給你 第一個東西就是手套 因為你的手會一直摸這個鏡面 因為它裡面很多鏡子 你的指紋會站在上面 所以它擦的時候會很辛苦 所以這個時候手套就很重要 就是可以預防很多指紋 再來第二個很重要的東西就是 它還有時間換了這個鞋面之後呢 它就有指滑的效果 怕人會滑倒或什麼 所以我覺得它這個地方 有在細心按牌就來不出 它這個地方的票價是150塊一次 進來一次就150塊 所以我覺得還行 就是來到這個地方 我覺得一定要來這邊拍一下 他們是這個台藝波企業有限公司設計 這兩間公司在做這個設計 所以很不錯 讚讚 下一個地方 保油展區 強化的玻璃 然後這邊有隔音測試的地方 看一下喔 強化玻璃的部分 打開 你看這個玻璃呢 是聽得到外面的聲音的 好 我們現在把這個 有著強化隔音玻璃的打開 完全聽不到聲音 真的沒有聲音 喇叭壞掉也是有可能 完全沒聲音耶 太誇張了吧 這應該是壞了吧 我這樣子隔著都沒聽到聲音耶 感覺應該是壞了 好啦 如果真的是這樣的話 真的蠻厲害的 你看它下面這個玻璃 你看 可以讓你這樣踩 表示它夠硬 這讓我想到那個北門站有沒有 捷運北門站 也有在蓋捷運的時候 挖到一些東西 然後他們也是用這種方式呈現 所以讓你踩在上面 也不會感覺到不安全 然後像是一些 攬車有那種水晶列車有沒有 也是那種底是玻璃的 所以我看到這間隔著的 就是這間隔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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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很多不同種的玻璃 原來玻璃常常在我們生活中 有很多應用 可是我們都沒有發現 不管它是做藝術品啊 鏡子啊 或者是一些櫃子 有很多很多應用 所以我們品嘗都不會 特別去留意 然後原來有分這麼多種 這個地方真的可以來一下 很不錯 飯店非常常見這些 不同種的 像是這種轉角 就家裡很多種 因為它真的非常省空間 這種也是提早的一個常用品 然後它也是玻璃做的 就其實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應用 你看它有這種兩個 兩邊這樣開的 很酷 到了一樓呢 它這邊就會有人 現場補燒玻璃 應該是琉璃或玻璃吧 然後這邊有賣一些玻璃的周邊產 都可以來看一下 飯吧 好啦 我們逛完這邊啦 這地方真的還不錯 建議大家來 也很適合帶長輩來 因為它有一些很知識性的東西 然後有一些長輩喜歡的地方 我覺得這邊還不錯啦 自己開車的話 很適合來這邊玩 也完結束了 那我們接下來呢 去找吃的 走 髒話有什麼好吃的 Let's go Woo